大家好,我是SoftLeader的RDRace 那今天主要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公司在做微服務開發的一個經驗 那所以大概我們今天的主題前半段我會講微服務跟Spring Cloud的一些介紹 然後後半段我會講一些我們在這方面使用上的一些經驗 那其實主要是關於Eureka跟Fan這兩者在使用的時候所遇到一些問題 那什麼東西是微服務呢? 我們傳統上在做一個Web App的時候習慣直接使用一個WAR擋桌部署 那就是所謂的MonoList,也就是說我們傳統的單一式架構 那這樣的單一式架構在現今的服務上會有一些需求難以去解決 例如說假設今天我們有一個需要多大量運算的Service 那我們要對它做Scale Up 那我們就得對整個Web Site做Scale Up 沒有辦法只針對單個Service做Scale Up 這是我們最常遇到的一個需求需要去解決的 那Micro Service可以幫助我們這樣子做 所以我們公司在20...大概在兩三年前開始 全面正式把我們的產品轉為服務化 那以Java來寫為服務的話 其實把它分割成多個WAR擋 這算是一個...就是一個開始而已 實際上它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要考慮的東西其實不只這些 不只是你的程式的切分 還要包含說當你的程式切分之後 該如何去互相呼叫 那該如何部署 這屬於DevOps的部分 那其中我認為最麻煩的一點就是 你的東西變成Micro Service之後 不只是一個兩個的問題 可能是十幾個、二十幾個 甚至是幾百個的問題 你原本做一次的部署 變成做一百多次 這個工沒有自動化的話 會變成無法執行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架構 跟我們的服務如何去做切分 也就是所謂的技術的平台的切分 跟我們做Domain上面的區分 那這個主要不在我這一次的演講範圍內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等等會後也可以問我 沒關係 好 那簡單來說 我們公司後來的架構 主要運行的架構 是利用K8s 那K8s上面理所當然就是 讓我們的Dark 那Dark裡面去讓我們Springboot 我們的Java App 自從正式微服務化之後 全部都是直接使用Springboot starter 去做運行的 那就各位所知 它其實裡面讓的是一個 Embedded的Tanket 好 那我們遇到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 我們原本是在Java裡面 做KS之間的呼叫的 那現在變成兩個Service 而且他們獨立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那我們理所當然會需要一些Protocol 來讓我們做呼叫 那我們目前所選擇的Protocol 是就HTTP 就走Raceful API 好 那傳統上Raceful API要互相呼叫的話 一定需要所謂的Domain 要嘛需要所謂的IP 好 但是問題在於說 當你東西佈上K8s 這樣一個動態環境的平台的時候 你的Container所在的IP 是動態的 是K8s決定的 沒有辦法在寫程式的階段 就呼叫到 所以我們不可能在程式裡面去寫死那些IP 我們一定是寫死某個Domain Name OK K8s解決這問題非常簡單 你只要去設定你的Low Balance 你的Service為Low Balance 那你就有一個Service Name 可以呼叫這些Containers 好 無論你那個Containers 起了幾個 你做Scale Up 可能會一個Service 起兩三個 他們會同屬在同一個Service Name底下 那會由K8s的Low Balance去幫你做負債平衡 好 但是 那個時候我們並沒有以K8s 作為主要的部署考量 這是因為三個問題 那個時候 最主要的其實一個是 失望跟K8s 那個時候其實還在激烈競爭 那就各位所知 其實失望到現在基本上已經 不再開發了 只做維護而已 那活下來是K8s 那再來就是我們有客戶 其實他不希望花大錢 去買K8s的平台 當然K8s它本身是一個開源的平台 但是它的複雜性 並沒有辦法讓一個IT體系 它需要一個非常完整的IT體系 來去做Open Source而圍運 那如果要避免這一點 你就得去找提供商 例如說像OpenShift 例如說像IBM的ICP 但這些都是需要個幾百萬的價格 OK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決定 這一個微服務的時候 我們是先決定 我們的微服務技術 最後才決定 我們微服務要部署的平台 OK 那簡單來說 這個大概是一個前言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最後 會選擇說用Spring Cloud 實際上可能有人已經用過Spring Cloud 他們會覺得說Spring Cloud 上面所做的事情 其實跟現在這些微服務的架構 K8s它所提供的一些 原生功能是有重疊的 為什麼一定要選擇Spring Cloud 那這大概是我們類似的理由 好 那我接下來講 關於Spring Cloud的部分 Spring Cloud它主要做什麼事情 它主要在幫你建構微服務的一個環境 讓你的Service跟Service之間 可以很順暢的互相做溝通 那第一件事情 剛剛講到的 如果它今天兩個Service之間 要互相做溝通的話 在K8s上面我們利用所謂的Service Name 但是在 如果我們沒有仰賴K8s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 類似DNS Server的功能 那Spring Cloud會提供這一點 那它叫做所謂的Service Discovery 也就是所謂的服務發現 那它的名字叫做Eureka 那再來就是 我們其實在RUN這些微服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有很多的參數 是重複的 例如說像我們的Database的一些MetaData 或者是說可能我們今天 或者是一些Security上面的設定 它是一些共通的參數 那我們會需要把這些參數 擺在每一個專案裡面嗎 其實並不需要 我們會透過所謂的Config Map 或Config Service去做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有點類似一個檔案提供 當一個Spring Boot的App啟動的時候 它會去跟這個Service 要這個Property下來 OK 這些細節大概 如果有興趣的話 會或可以再問我沒有關係 因為這不算是重點 OK 那我們今天主要要講的Eureka跟Fan 這兩個它在哪裡 它在做什麼事情 你們看到這張圖 它是一個微服務架構 在做一個Raceful API的時候 它有一個標準經過的過程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右下角數字1 所有的Service在啟動的時候 都會向Eureka做註冊 OK 那其他的Service 它裡面會Dependency 一個Eureka Client 這些Client在啟動的時候 會跟這個Eureka 去要一個Server List下來 那大概根據你所設定的時間 預設是每30秒再重新要一次 OK 那 要這個Server List下來做什麼事情呢 Server List裡面記錄了Service Name 也就是你的Spring Application Name 以及這個Name所對應到的IP 那這個IP可能是很多個 因為你的一個Service可能會起很多個 單體在那邊 那當你今天你的Client在做呼叫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用RaceTemplate做呼叫 那這邊的話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邊的RaceTemplate 會被一個叫做Rebone的Dependency所包住 那它會 它也是一個專門用來CallRaceFor的Client 但是它專門做Client端的LowBalance OK 原本我們在K8S會把它拉到LowBalance的層 去做一個Service 但是在這邊的話 各個Service自己有自己的LowBalance 它會自己決定說今天要Call哪一個Service 假設它今天有多個可以Call的話 好 那最後的話 當它對出這個IP位置之後 它就直接拿這個IP去做RaceFor API的呼叫 OK 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那他們的使用方法大概就如這張圖所示 左邊的是Yurika它的Web Console 那它主要會記錄當下 它目前已經註冊在Yurika上面的ServiceName 那以及它後面的IP或是DomainName 那再來OpenFan的話它其實是一個宣告式的RaceFor API 你可以看到它在 我在下半段所寫的這個 FanClient它指定一個Name 這個Name實際上就是你要Call的ApplicationName 那再來就是下面宣告的RequestMapping 這RequestMapping其實跟你們在Controller所使用的RequestMapping 是一模一樣的 好 只是這邊我們是用Interface去宣告這個Client 而不是以Client去宣告 這有什麼差別呢? 這其實就是你不需要去做實作 就像是你在寫JPA的DL一樣 你並不需要去寫真的去 你怎麼去呼叫Database這件事情 你只要宣告說我的Database是在哪個table底下 或者是你要Call什麼樣的Macer 或者是你的SQL長什麼樣子就可以了 那這邊也一樣 你只要跟FanClient說 你今天要Call的是哪一個Service 那它的Path是什麼? FanClient會自動幫你實作接下來要Call的呼叫的內容 那它的實作底層其實就是所謂的FanTemplate 或者是RemoteTemplate 好 那總算進到我們這一次真正的主題 也就是我們所遇到的問題跟使用經驗 那這次大概主要講三個問題 算是我們初步就遇到 但是其實解決花了一點時間 以及它後來其實還有很多解決方式 那第一個狀況是我們Gate參數的傳遞 左半邊我們先注意一下 我們先 我們一般來講我們寫一個Controller 寫一個Gate方法的話 我們會接它的CreateStream下來對不對 那這個CreateStream我們可以透過所謂的Argument Reserver 包成一個Object 這個是Spring MVC 它底層就可以幫你自動做好的事情 好 那所以說我們的API就會直接像左上角那樣做宣告 我們會有一個GateMapping 然後會有一個路徑 那以及我們會有一個參數 那這個參數就像左下角所宣告的一樣 它會有ID 有Name OK 那如果你不需要這麼麻煩 你當然可以直接把ID跟Name 直接攤平在你的Input參數裡面 OK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實務運用一定不只這樣一個欄位 那所有參數攤平在Input框上面就會變得很複雜 所以一定會用物件包起來 好 那我們這樣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在製作FameClient的時候 這個FameClient會由另一個Service來實作 另一個Service實作的時候 它會希望說它就直接拿這個物件 也當作它的Input參數就好了 它不要把那些Input參數攤出來 否則它在呼叫的時候 就要把那些Input參數全部寫出來 這樣會變得很麻煩 但是這樣呼叫的結果是 我們在呼叫的時候發生一個Error 而且這個Error 基本上很難看得懂 因為它報給你的是405 那405HTTP的Status跟你講說 這個叫做MessorNotAllowed 那MessorNotAllowed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這一個Controller 只提供GateMessor的接收 那MessorNotAllowed就是指說 你用了Gate以外的Messor去打它 例如說用Post 例如說用Put 例如說用Delete 但怎麼可能呢 因為我們FameClient就宣告說 我們用GateMapping嘛對不對 它怎麼可能走別的 所以實際上是Fame在打這個Request的一個機制 應該是Rest forTemplate 在打Rest forClient的一個機制 它會把你在這邊 Input參數裡面寫的東西 放進body裡面 會放進body裡面 這是一個重點 那因為GateMessor它本身 沒有body 並沒有messagebody這件事情 所以它會自動的幫你把 這個Request變成Post OK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Request變成Post 非常的吊詭 對 那它的解決方法呢 對我剛跳了一遍 那它的解決方法其實很簡單 正常來說其實我們在宣告 這些Input參數的時候 我們會用RequestParameter 來做宣告 如果我們是攤開來的話 但是如果我們直接用一個Object在上面的話 因為有ArgumentResolver在幫助的緣故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用做宣告了 好 但是對於Frame開來講 它需要這樣的一個宣告 叫做Spring QueryMap 實際上QueryMap是OpenFame 這一個dependencies 本身就有的一個機制 那Spring把它包起來之後呢 因為OpenFame跟Spring它本身的參數不match 所以它自己就寫一個Spring QueryMap OK 那簡單來講只要套上這個之後呢 它會自動的把你這個Object 變成QueryStream套在你的URL後面 以及把你的body給清空掉 所以就不會再發生你的Gate Mapping變成PostMapping的問題 OK 但是這有一個問題 實際上我們公司大概 2015年就開始準備這個底層了 但是這個Spring ObjectMap 它大概在2018年的12月才提供 這個 這是GitHub上面的Commit OK 那它差不多是2.1.x的版本 所以假設你今天的版本 是在這個之前 你用不了這個方法的 好 那怎麼辦呢 好 那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去實作一個FameCode Encoder 好 就是現在右下角大家看到的 我們Import我們的一個Encoder 那它是FameCodec這個package底下的 我特地把整個全名打在上面 OK 那你實作這個之後呢 你可以在這裡面做三件事情 就可以做到一樣的效果 第一件事情 Git以外的要走別原本的摩洛基 因為這邊會發 這會走到這邊來 代表說你今天的程式裡面發生了 需要把物件變 序列化的一個過程 就CLS這件過程 那其實所有的Git Post PutDelete 都會走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一支Macer 所有的Macer都會走進來 但是我們所需要針對的只有Git 這一個Macer而已 所以記得先維持原本處理的邏輯 那再來就是 你的Object要去圖Stream的這一過程 但是實際上 一個Object要序列化成一個CreateStream 是一個 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事情 首先你的Object要有一個 狀況就是 你不能是一個樹狀的 你的Object必須是一個 攤平的 單一的Pojo 不能是Object裡面包Object 否則你要自己去實作那個邏輯 那再來說 這個邏輯怎麼實作 實際上我們在 Apache的底層 有一個叫HTP的Dependencies 裡面有找到這樣的一個功能 它是專門把你的物件 轉變成一個CreateStream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會後可以來問我 因為我沒有打在簡報上面 那最後一件事情 實際上進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它已經把你的Request準備好了 所以你的Body裡面是有東西的 所以這個階段要再把 Request裡面的Body給清空掉 否則一樣還是會走到Post的去 那大概整理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所遇到的一個狀況 第一件事情 就是當然我們的Gate的參數 它的傳遞方式 在Controller的寫法跟Fan的寫法 是有點不太一樣 你必須去完整宣告你的RequestParameter 或者是Spring Query Map 這兩種 那假設你今天的版本 是沒有辦法去宣告Spring Query Map 你大概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 把你的參數全部攤出來 然後寫RequestParameter 寫RequestParameter 或者是說 你去實作所謂的 這個Object Encoder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 我們的第二個狀況 錯誤訊息的傳遞 這個是所有Micro Service 一定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但實際上 解決這問題的方式 有很多種面向 我這次的解決方法 老實講我自己覺得並不是很好 但是 這才能夠符合我們那邊的需求 好 因為我們在做一些複雜性的檢核的時候 我們通常不會把這檢核放在第一層 好 我們可能會放在第二層或第三層的Service上面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大 而且它是有一個完整Draw Engine的Service 好 這些Service發生這些 檢核上面錯誤的時候 它大概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它會編Message出來 那這個會是正常的一個Response 但是還有另一種是 它是Illegal的Parameter 就是它的輸入本身是不正常的 這種我們會直接拋Exation出去 那其實我們期望這樣的Exation 能夠一直往前拋 但實際上它不會這樣子做 我們最前面在接到這個Exation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的Browser 這個瀏覽器所接收到的Response 它會是一個500Ethernal Server Error 這算蠻正常的 但它的內容不一樣 它的內容會是你下一層 那一個Service的錯誤訊息 也就是說我在C這個Service拋錯了 但結果我這邊顯示的是 BService沒有執行成功 實際上這是對的沒有錯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非常完整的LogSystem 你可以看到所有Service上面的Log 可以看到它所有情境的過程 而且你Log寫得夠好的話 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你應該要用LogSystem 去分析你的錯誤發生的狀況 發生的原因 而不是把讓前面的Service 去知道說後面的Service發生什麼事情 讓每個Service專注在自己的職責上面 但是沒有 通常狀況下 我們沒有這麼完整的LogSystem 再來就是我們的工程師 不見得能夠一直寫出很美好的Log 那我們回到 假設有美好的Log狀況 這件事情上面有看 它的Excession大概會像這樣子 這個時間順序是 上面是越早的 下面是比較晚的 也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看到一個B的Error 你在往上找 你應該會看到一個C的Error 那你在往上找 C自己應該會拋 它真正的Excession的Message是什麼 你的LogSystem 應該要能夠 收集到這些資訊才對 那今天就是真的沒有嘛 所以沒辦法 我們就只好把C的Excession 一直往外一直往外一直往外拋 但是我們總是要分析一下這個原因 為什麼它被包成B的Excession 實際上所有的Fame Connect 在Call的時候 如果它接收到底層是一個Excession 就過來 它不是200的 它只要是400或500 好像是 我記得它是除以4 然後大於 對它是 直接除以100 然後大於4的這種算法 那它就會被包成一個所謂的Fame Excession 那這個Fame Excession 它裡面有 它的構造其實跟一般的Excession一樣 但它多了一個參數叫做Content OK 它的參數是 一般來講 我們Excession裡面所記錄的東西 最重要當然就是所謂的Message 那再來就是它的下面其他層的Excession 可能是 反正就是Stake Trace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 它今天在包這個Fame Excession的時候 它並不會老老實實的把上一個Excession的Message 包到它的Message裡面去 它會把上一個Excession的Message 包到它的Content裡面去 OK 所以才造成了 今天我們在 拋出Excession之後 上一層的Service 它只會把它再包一層 它的Fame Excession 然後這個Fame Excession呢 它會怎麼再往外拋 它會透過Spring NVC的Excession Handler 包出去 那Spring NVC的Excession Handler 它做什麼事情 它就是把Excession的Message 包出去而已 它不會去 因為它不會認得Fame Excession這個物件 所以當然也不會認得Fame Excession裡面 這一個Content的欄位 Content這個欄位 是Fame Excession才有的 好 我們整理一下 好 我們第一個發生的 假設今天B 要進行Fame還要呼叫 去呼叫C的Service 好 C的Service 所有Excession出去 這個Excession會透過Spring NVC Response出來 那Spring NVC怎麼 Response這一個Excession呢 它透過Excession Handler了 它不會保留Fame 它只會把它當下Excession的Message 包起來放出去而已 所以這個時間點 B今天拿到這個Excession 這個時間點 其它的Fame Excession的Content裡面 是有真正C的訊息的 OK 但是B假設再把它包一層 完了 這個Content就不見了 它就只會剩下 剛剛所謂的Status 500 Reading B 這個錯誤訊息而已 OK 所以真正的原因在這邊 所以要解決這個方法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變得很簡單 我們只要去改所謂的Excession Handler 就好了 原本Excession Handler 它是只包Message而已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改把 我們的Content包進Body裡面 OK 就是現在圖上最右邊的這種情況 好 那當然我們Status要保留 否則 因為實際上Fame Excession 在包你的Excession的時候 它會根據你不同的Excession 去區分說 它今天是401 402 403 它會有這樣的區分存在 好 那這邊的話 我沒有特地把Message也包進去 但是假設各位有需要的話 那一樣可以把Message包進去 那就是越跌越長這樣子而已 OK 好 所以狀況二的整理大概是這樣 我們是因為有多個Service 互相呼叫 而且有兩層以上 這會發生在兩層以上 好 兩層以上的呼叫的時候 會發生這種情況 好 那大概Fame Excession 怎麼包裝的是 這個Error Encoder 那Response的包裝 是由這個 Request Mapping Handler 去做處理的 這邊要注意一下 是因為我們的版本 是 一點多版的 所以如果在 我記得在二版的時候 這個部 下面這個部分 好像有所改變 所以如果自己找的話 要找一下 好 那 解決方法就是實作 實作所謂的Excession Handler 那實作 Excession Handler的方法 有很多種 那最通常一種就是 實作所謂的 那個 Control Advisor 在Control Advisor裡面 去實作你的 Excession Handler 那這Excession Handler 實作方法就像是 上面這樣子 好 在這裡面你會去指定 你的Excession 的Class 也就是說 只要是這個Class 包出來的Excession 它就會直接進到 這個Excession Handler裡面進去 你就可以對這個Excession 做Response的包裝 OK 好 那其實最好的做法就是 你要有一套完整的日制系統 OK 這才是真正推薦的做法 否則就像剛剛講的 你的Service 原本Micro Service的目的就是 要獨立各個 Domain的 或是業務的邏輯 要獨立出來 那其實我們在獨立這個時候 我們也會希望 這個Service在開發的時候 就只專注在它自己身上 那今天我們把 訊息一直往外拋 就會變成說 這些訊息就需要轉手 那轉手的過程中 如果發生什麼問題 其實是很難做跟蹤的 好 那第三個狀況 這個狀況會更特殊一點 是因為 我們公司因為業務的關係 我們很難去做 所謂的Taste跟Moke 所以 應該說Unitaste跟Moke 不能做Unitaste 是因為Moke很難做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欄位跟條件 太多種了 我們很難去列舉這樣的狀況 所以 基本上我們Unitaste 頂多就是做 能不能接通這樣的動作而已 那所以說 假設我們今天 工程叫做開發的時候 他今天電腦上想要去測試 是一個完整的服務流程 是很難做到的 因為我們的微服務有80多個 那一台電腦是開不動的 所以說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會在公司裡面 去Build起來整個完整的微服務 那可能會就是有80幾個Service 這樣子 那它會Run在一個重機上面 OK 那今天本機 我們工程師要做測試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起他今天要開發的那個Service 好 然後這個Service就會去呼叫 我們在重機上面所啟動的Service OK 那理想狀況是這樣子 那它可以透過什麼方式去做到呢 好 實際上 這就是Eureka跟Rebone所要做的事情 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Eureka他做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服務的發現 好 所以假設今天你有辦法跟Eureka說 你今天幫我發現公司這個重機的服務 那我就可以Call到那一個服務去 那它的做法其實就是設定所謂的Zone 好 那這個Zone怎麼設定了呢 實際上我們在設定Zone的時候 正常來講我們不會設定Zone啦 那沒有設定Zone的情況下就是Default 也就是右上角Zone 那個Zone可以呼叫的範圍 藍色框框的部分 也就是說通常我們的 起在重機上面的Service之間只能互相呼叫 但假設今天我今天有個工程師 他要把我的ServiceB 也併到這個重機裡面去的話 他在本機上起 但是他要Call重機裡面的Service 那他就會需要跟Eureka去宣告一個所謂的Zone 那宣告這個Zone 他有兩個好處 第一件好處是Default就Call不到外面來了 所以今天我們運行在我們重機上面的服務室 仍然可以互相呼叫 他不會去呼叫到我們工程師的電腦上面去 那再來就是假設今天工程師他起的服務不止一個 他起的是一個有互相關係的服務的話 他可以指定說今天他的服務只對自己有起的服務來Call 那沒有起的服務再去Call我們重機上面的 他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但是事情不會這麼美好 工程師藍藍說這有BUG 那這個BUG是發生在我們有兩個工程師以上的情況 兩工程師以上的情況 而且他們開發的東西不會相同 所以說假設今天我們有兩工程師 一個開BC一個開A 然後可能他自己又開了一個D 那理論上正常情況底下我們的B啊 我們的BUG工程師應該會想要去Call我們重機上面的Service C才對 但是現在這種情況 可能就要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 友誼卡會怎麼去讓你Call這些Service 友誼卡一定是讓你Call它所有已知的Service 假設你今天沒有設定ROM的話 這是它裡面的一個機制我們後來才發現的 OK 所以說就發生一個問題 有ROM但是沒有對應的Service 預設會走什麼 回頭來看 這什麼意思呢 爸想要CallC 但是他自己本身沒有起C 如果他有起C的話 他會Call到自己本機的 這是確定的沒有問題 但是他想要Call重機上面的C 變成說 我們重機上面註冊的是重機的C 再加上另一個工程師的C 也就是說什麼意思 他可能會Call到Fu那個工程師 C 這張圖在表述說 我們今天Service在啟動的時候 一定都會對友誼卡做註冊 那註冊的同時 一個是讓別人來發現自己的服務 另外一個目的是 跟友誼卡要到Service OK 但是這個Service 實際上這個Service 會包含Fu跟Bar這兩個工程師的Service 也就是說其實正常情況下 我在重機裡面 也會看得到這兩個人的服務 起在哪個IP上面 只是因為Zone的關係 他不會去Call到外面來 OK 但是因為Bar他沒有 他有設定Zone 那友誼卡預設的情況下 你有設定Zone 但是你沒有起這個服務的情況底下 他會Call剩下的服務 全部的服務 包含D4 包含有設定其他Zone的服務 所以就會變成這個情況 有一定的接觸去打到 付這個Service OK 好 那 這邊就要提一下 Rebone這件事情 因為實際上 要去Call哪個Service 這件事情是 Rebone有一定的決定權的 今天跟友誼卡 邀到一個ServiceList的時候 Rebone會開始介入進來 做所謂的ClientDine Load Balance 那他ClientDine Load Balance 其實預設情況下 就是輪流打而已 所以那個一定機率 其實就是 一半一半 你可能一半Call到 重疾上面的 一半去Call到 另一個工程師的 好 那這邊的話 他的ServerList 其實不只會記 他所謂的 ServiceName 跟IP 而已 他實際上會記錄 那個Server蠻完整的資訊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對這個做手腳 好 我們會去實作所謂的 Room Preference ServerList Filter 這個是 就是 Rebone在做所謂的 Low Balance的時候 他會先參考一個依據 他會先對所有 可以呼叫的Service Service Service去做一個 篩選 那這個篩選呢 我們可以去介入他 那你會取到所有的Server 這些Server裡面 會包含 ROM的資訊 那你就可以簡單做一個 if else去做判斷說 如果我是我的ROM 那我再Call 如果我沒有的ROM 我也不要去Call別的ROM OK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這個層次真的有寫 大概十幾樣就搞定了啦 那因為 版面不夠 所以我沒有貼出來 好 那這個 這個filter只要註冊為Bing就可以了 因為對於 而如果你是用Spring Boot Starter的話 它的AutoConfiguration 對於這個的宣告 是那個Condition on Exceeding Big的量子 欸 我忘了 反正如果你有起自己的病的話 它會把自己的註冊給取消掉 好 對這個就是在講我剛剛 這一個東西實作的內容 好 Server中的Zone屬訊取出來之後 跟自己Property史裡面的Zone 去做比對 而有相同的話 就直接拿來呼叫 如果沒有相同的話 就移除這個ServerList之外 OK 好 所以大概就總結一下 我們會做這個動作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 維護太多 本機跑不動 然後我們會需要做一個 完整的流程測試 OK 那用Zone的部分可以 只開一部分在本機 然後大部分可以開在我們的重機上面 那Zone之間的互相干擾 我們可以透過Zone Preference ServerList的filter 去做到做一個處理 那其實最佳的解法 仍然是做Mock 實際上我們拿這個問題 去大部分的conference 問講者 其實都會得到這個答案 但實際上這個是 蠻正確的一個答案 我們就是因為沒有辦法做好Mock 所以才只能做這樣子的動作 但是假設我們今天 有足夠的時間 去做Mock的話 其實我們不會需要 在本機上面起所有的Server OK 好 那最後 大概對整個狀況做一個總結 我們這一次的環境 其實是Spring Framework 4 再加上Spring Cloud 1.x的版本 所以至少我已經發現Fan的 剛剛講那個Spring Query Map 這個 annotation 在二版之後有開放出來 但是在一版的話 你沒有這個做法 那後面兩個問題 我暫時是沒有找到二版有沒有新的解法 OK 那再來就是 其實大部分的Spring Cloud專案 都會有對應的原生解法 尤其是如果你是用Kubernetes的話 Server形式這個Type 有一個Low Balance可以用 這個大概剛剛講過幾次 所以說你的原本的語意卡 就會對應到所謂的DNS上面 或者是所謂的Low Balance上面 那你的Config Service 原本是用Spring Cloud去起的 那實際上在Kubernetes上面 它會有所謂的Config Map可以用 那Config Map的運作機制 實際上是針對你這些Container 直接去注入所謂的環境變數 就注入Environment OK 所以 由於應該說Spring Cloud 到底有沒有真的必要 是其實 我們公司做到現在 是我們現在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如果假設今天我們完全拋棄了Spring Cloud 我們的所有的Micro Service 就會被K8S這樣的一個底層環境所綁住 我們賣給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客戶 都一定跟他們講說 你們要再多買K8S的這個系統 OK 那假設我們維持現在的樣子的話 你就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或者是你會做 你可能會繞路 因為你做的這件事情 可能新的版本已經有了 但是 就像剛剛那個Spring Cloud Spring Cloud Map 我們原本是透過實作Encoder做到的 但是今天假設我們要換到 新的版本上面去的話 我們80幾個Service 那每個Service裡面 又有好幾種Controller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對這麼多的Controller 統一的去加Spring Cloud Map 這樣在轉版的過程中會是一個問題 變成說我們轉版會有一個困難 OK 好 所以大概這兩個面向供大家做參考 如果有在規劃做Micro Service的話 可能要 這個大概我覺得是一個挑戰 好 那如果你們有信心轉換跑道 那以及覺得我們研究的東西很有挑戰性的話 我們需要你 我們就是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那我們主要做的就是保險相關的後台 那目前主要在主攻核心段的部分 那包含再保 那甚至是整個殘險的核心 受險核心可能暫時還沒有 但是有預計啦 OK 大概這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請教一下是跟剛剛你所說的這些訊息 不是那麼相關 是關於原來當你開始想規劃的部分 但是一般的原則是說 微服務資料是對應到他自己的database 代表會公司在實際不在行動的時候 都會有共享database的狀況 我們有 實際上我們大部分的服務是用了同一個database 只有少部分的服務我們才會 根據他的職責去可能串到那一家公司的database 這是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服務並不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並不是 起在我們公司自己的獨立的產品 而是我們要 我們是一個套裝產品賣給各家公司去做啟動 那各家公司他們的DB 可能不見得會幫你切這麼多個實體出來 或者是說 我們在管理上為了方便起見 也不會去塞這麼多的database的metadata 在各個service裡面 主要是有這兩面向 可以請教說 在database沒有切得的情況下 目前感受到的microsoft的好處 大概有兩大型 那邊請教一下 目前我們大部分所遇到的瓶頸 很少是會在DB本身的效能上面 那我們遇到的最大的瓶頸其實是在於 我們資料的傳輸面上 這大概跟我剛剛提到的一件事情有關 是我們的欄位數非常的多 所以這是造成我們剛剛沒辦法moke的原因之一 那他也會造成說我們的service之間 只要在互相傳遞的時候 那個json檔過大的問題 假設今天我們的開發工程師 沒有足夠的品質去做這個欄位的控管的話 他可能會直接把整個table的entity 直接往外傳 造成說我們可能一個request就高達幾mei 那如果他今天是一個多比的狀況 比較可能高達幾g 我們有遇過幾g的狀況 而且實際上你的object 在你的jpn裡面有1.5g的話 他轉成相對應的json也會有至少1.5g 這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你就會有duplicate兩份出來 很容易就直接all end 這大概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麻煩 所以其實database對我們來說 目前還沒有遇到真正的問題過 translation manager 我們的做法就是同一個translation 他放在同一個service這樣子 我們想辦法回避掉這個問題 因為的確不好做 在microservice的情況底下 你不可能去 應該說有可能可以做 但是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去做到說 你今天A service 跑了一個translation出來 C service爆掉了 你的A service的東西要roll back 這個是要透過很多種方法去做處理掉的 那目前的話 我們公司沒有直接去面對這個問題 是把同樣傳載的東西綁在一起 那可以跟你請教一下 像short search 就是說 單一的就是 短路的控制 一些 它叫做 不斷掉 然後短 像這部分的話 被公司沒有去 這方面的 一些的 功能 然後這樣 你的服務可以由大家 這樣消耗 這樣用起來 好 那 服務阻斷這個部分 實際上Spring Cloud 它有一個 project叫做 Hitrix 目前我們公司底層是使用這個方法做阻斷 那 它阻斷之後 它一樣會泡一個 搜尋出來 實際上我們還是針對這個搜尋去做包裝 我們有自己克制化我們的處理方式 那 實際上那段做的算是蠻亂的 而且 Hitrix的控管 沒有那麼直覺 所以我們在初期的時候 沒有控管好 Hitrix Hitrix 會針對每一個 fane container去起所謂的 thread pool 它幫你用thread pool的方式去包裝這一個 race template 但是它的thread pool是可以被控管的 但是它控管的方式是擺每一個fane container 每一個你宣告的那個class 所以假設你今天有10個fane container在宣告的話 它預設一個fane container是開30個thread size的pool 所以你的 如果假設你今天你有去自己改動這個數字的話 像我們之前就曾經有把它改到100 因為我們以為它是針對整個global的java app 但是實際上不是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發現我們大概起了4萬多個 sread在我們的app上 就直接爆炸了 OK 這是一個控管方式的問題 那 阻斷的話 目前我還沒有 因為我們公司底層就只用Hitrix 所以實際上我們並沒有直接去處理這一塊 所以大概經驗是這樣子 對 那如果要用fane 原生的fane跟speedmvc做處理的話 大概一樣剛剛那個error encoder 可能可以做到一定的處理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好 我們taste大概只能做到打通而已 這就是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做所謂的moc 應該說是沒有時間去做所謂的moc 所以我們在這一個部分我們去避免的方式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所謂的client端 faneclient 我們其實最終並不是每一個service去寫好 而是我們有一個統一的地方去寫這所有的client 那今天我們所有service只要去包 它會包成一個jar檔 所以我們其他的service只要去底邊這個jar檔 它就有call這些其他service的能力 那假設今天欄位有異動 它大部分都會直接爆compile error 或者是它缺少什麼欄位的ecession出來 那大概在開發或者是本期測試這個階段 就可以先發現了 但老實講這不是一個好做法 因為目前我們是統一去做這個faneclient的管理 那其實我們下一個階段想要把它分開到 就是各個service自己去做這個管理 也就是說每個service自己去寫自己的faneclient ok 所以它可能會變成很多個jar檔 那我今天假設想call這個service 我就去引用它的client的那個jar檔出來 大概是這種做法 對目前yujica它是已經沒有在開發了 它是只走微運而已 那像這樣的話我們要去的這個事 ok好實際上我們公司大概已經決定說 我們之後的部署就是走k8s 所以我們的確有慢慢在準備把yujica這一段拔掉 那yujica拔掉之後呢 實際上你的faneclient還是可以繼續用 只是你要去自己指定uri 那uri你就要去把完整的url寫出來 那這個url裡面就會包含 你在k8s上面所設定的那些service name 那再來一點就是 這點我們還在survey 而且是由別的同事做survey的 所以這一點我沒有了解很清楚 但是我知道Spring有一個k8s的project 會跟那個有關 它的做法大概是 我們k8s上面所有部署的service 都會透過ingrease去export出來 那export出來之後變成說你的service 其實都可以從外部做呼叫 那那個專項師傅就是幫你做這個層面的取代 原本你是co-local的 變成說你可以變成去co-k8s上面的service 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那我帶一個人來講 那我帶一個人來講 今天整個就是 對你看上面 設定是一個 或是其他人來不懂的 可能有一個設定是一個化妖 那這時候我們在參加 就是把他辦 辦理室的小孩 然後這時候他四四 是沒有一個 就放一下 那這時候 你用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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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用一個人 對方 你用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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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用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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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OK 這個綠個探號可能會發 一般是發生在說 你的服務剛斷掉 然後你起一個新的嘛對不對 但他們可能是同樣的service name 這應該沒有問題嘛 好 那有儀卡在做 有儀卡跟各個service間 在做這個service list 同步的時候 實際上他並不是即時的 並不是說 我的request出來 我就立刻去要一個service list 下來 他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是大概每30秒預設 預設每30秒去要一次 所以說註冊是間隔30秒 你要也是間隔30秒 所以你這個大概 服務斷掉到下一個服務啟動 重新註冊上去 到你的其他service 知道這個服務被註冊 而且可以call 大概會 最大會有一個60秒的落差 所以這60秒之間 你call這個service 的確是有可能 convention timeout的 那目前我們公司的做法是 這種很容易死掉的 多起幾個 再來 我們去縮短他heartbeat的時間 serverleaster同步的時間 我們目前是縮短到10秒 對 那如果這個東西 如果你變成用k8s去做管理的話 就像 我忘了哪一個conference有講 在k8s上面 它有所謂的readiness跟liveness 我們大概會透過readiness 這點去做控管 當你的服務死掉的時候 它會立刻先啟動一個起來 它透過live finance的方式去做判斷 當你的服務啟動起來 可以開始接手request的時候 你的readiness要提供正確的回應給k8s 這樣k8s就會開始把request導過去 那在這之前 假設今天真的沒有半個服務能夠服務的時候 就會透過剛剛有人提問 所提到的那個阻斷器 它會跟前端的講說 如果你今天call的服務是沒有在線上的 它會得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好 謝謝各位 謝謝